这投入给的其实不是很细 主要这个房子里面 哇 这两颗雷没弄进去 有点伤啊 但吃完过来 ZYY 被发现了 Piro的出枪 这后点还倒了一个 也得开车下山 但是他离Piro太近了 直接撞进来了嘛 又来了又来了 唐宝宝是进攻 强队克星啊 看看能不能给这个Piro也克了 看小佐正面怎么接 小佐是一个一接二 先接一个 而且好像自己比较健康 打两个 血都没掉 两波Pick带走两个人 小米一颗手雷炸倒了选业叉 选业叉刚才才火是有一次伏笔 四打一了 16kk之间没有多少血了 这个就是防区的人一旦多 这样的打法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瞬间被接掉了 能补吗 没机会 还是有预防 路人只能刷刷伤害了 倒了全倒了哎呦这一波 还在看 Piro这里还得续演宝车 出不去了 DSS都浮起来了 噢最后也是被发现 现在Piro可以全新 是的 黄铭跟崔西一 崔西一先发现了一个侧身 打掉再继续往前顶 前面的反扑还能继续利用 这副DSS被夹在中间了 上了坡就要被圆脸抽 被花花已经抽到一个 经典崔西一一波拉枪 打了一个 后面补枪没有马上就到 但是小崔还是被补掉了 是被大山按倒了 Code已经摸过来了 DT肯定啊 两兄弟了能拿分就拿分 逮到一个 先秒一个 直到直接补的 脸上就有三门 又秒了 Code今天状态很好 太秀了这一波 但小佐拉上来补枪了 现在张德胜跟小佐 MG走了 MG感觉有点过不来 开车走了 黄铭已经看到张德胜了 给小佐爆点了 黄铭再爬 再蒙给信息 我脸上我脸上 车已经到了 这边有掩铁 110 各种提前枪 7个淘汰 XLIFT 压着力啊 这边全部都是残边 DSG听到声音以后 紧跟着ZC记住去了 再拿一分 再拿一分 倒了 但是不好补啊 这位置能补能补能补 9个 9个 XLIFT 来来来 就是没雷 这位置真能玩 又是 哇 什么枪法 能补掉 绝对能补掉 10个10个 哇 小佐啊 这位置能补掉 谢谢大家